你应该认识的儿童戏剧 30分钟带你了解儿童戏剧编导演 大家好,我是你们儿童戏剧的好朋友 也是多元艺术创作 既教育发展协会的理事长 还有达购剧团的团长朱树明 小朋友在剧场都喜欢叫我长毛朱老师 或者是长毛朱叔叔 今天这个系列我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儿童剧当中的互动形式 很多人都觉得演儿童剧 一定要有放互动进去 好,那我们今天就来彻底分析解说一下 儿童剧的互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在我们进入正题之前 我要请大家做几个前面的思考 第一个就是你互动的定义是什么 你对于互动的定义有什么样的看法 第二个就是儿童剧是否都需要 都一定需要有互动 那这个互动就是你刚刚我提到的 你对于互动的定义 沿用到这边来 儿童剧都需要有你所定义的这个互动吗 那第三个就是成人戏剧 或者是在给成人看的电影里面 为什么没有那么多的所谓互动呢 最后一个要思考的就是 如果儿童剧里面互动太多的话 会变成什么样 在2006年的时候 我曾经创作了一出戏叫做雪后与魔镜 那个故事是沿用采集自安徒生的童话故事当中的雪后 Snow Queen 我觉得里面的魔镜也很重要 所以我就把它放进我的剧名里面 叫做雪后与魔镜 那一出戏可以说是我自己个人最喜欢 也最满意的作品之一 那基本上也是观众最喜欢我的作品之一 因为在近万份的将近 真的一点都不假 在将近上万份的问卷里面 几乎是零负品 也可以说几乎是没有不喜欢的 但是在这个当中有一份问卷 吸引了我的注意 有一个妈妈写道 这是我看过最好看的儿童剧 看到这边好开心 但是 你们想说干嘛要加个但是 但是如果在戏里面 能够多一些跟观众的互动就好了 这个问卷里面 就是表象式的互动 什么是表象式的互动呢 待会我也会跟大家分析一下 如果是属于表象式的互动 比如说像问答 那很抱歉 整个戏里面真的没有 可是这一出戏 看完之后 每一个观众 包括大人跟小孩 在某些情节 某些地方都会会心一笑 看到最后也会感动落泪 真情的感动落泪 我告诉这位妈妈 对我来说 这已经是我要的心灵的互动了 因为她看了这一出戏 有感 她觉得好笑 所以她笑出来 她觉得感动 所以她流下眼泪 这个已经基本上 就是属于一种互动了 那我不需要再有其他的那种 唱唱跳跳或动手动脚的互动 后来这位妈妈说 她能够理解 她也认同 没有错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儿童戏当中 我们该如何来看待互动 这件事情 好 在我们设计儿童剧中的互动之前 我要给大家一个线索 这个线索 各位可以去思考一下 从五个英文的W 五个W来思考 第一个是Why 为什么 第二个是Who 第三个是When 什么时候 第四个是Well 在哪里 第五个是How 如何 如何 来做互动 好 第一个 Why 也就是说 我们必须要去思考 我在系里面 我互动的目的是什么 好了 其实目的就是动机 你一开始 你一开始你为什么要设计这个互动 你最终的目标是什么 或者是你初始的动机又是什么 它只是纯粹的要讨笑讨喜 迎合观众或者是讨掌声呢 还是对于这出戏它有真的必要 这是我们必须要去思考的 另外Who 就是WHO 谁来做这件事情 也就是说你的执行者 执行这个互动的人是谁 在系里面的演员是哪些人 哪些角色要来执行这个互动 另外你的互动对象 也就是你的观众对象是谁 这些也必须要去思考的 再来就是互动的时机 When 什么时候 在整出系里面 我要什么时候放互动进去 这个关系到整个系的节奏 在该互动的时候 你去互动会很好有加成作用 可是在不该互动的时候 如果你去互动的话 这个系就会变成傲宜大变 节奏就被你拖慢掉了 另外再来你的互动时间长短 也必须要去思考跟设计的 不是放任让它走 我今天互动下去 我也不知道观众会有什么反应 也不知道小朋友会花多少时间 告诉各位这是不负责任的 你必须要去思考 我今天这个系里面的互动 到底要用多长的时间 才不会影响到 我整个系的进行节奏 OK 然后再来就是Well 你的互动场域是哪里 还有空间 你必须要去思考到 要因地制宜 不要只会设计 只会做 但是你并没有考虑到 它的是不是有危险性 你们知道吗 曾经有一次 我就不讲在哪一个场合了 在某一个儿童艺术节的opening 在户外搭了一个T字形的舞台 也就是原来的舞台 再加一个伸展台出去 所以是不是在伸展台的旁边 两边跟舞台之间会形成两个90度角 好这个都没有问题 问题出在在整个他们的开幕式opening的过程当中 那个主持人居然拿了一篮糖果对底下撒糖 对观众撒糖 那你想想看 哇有糖果从天而降飞到我的眼前来 我还不去抓它吗 所以所有的小朋友就蜂拥而上 我那时候在后面看到冷汗直流啊 为什么 就因为我刚刚讲的那两个90度角 很有可能小朋友被推击 被压在那个底下而产生伤害 所以那天真的整个开幕式 他没有任何孩子受伤或出事 我是讲说是祖宗八代有保佑 所以他并没有考虑到他这个行为 他这个互动的设计跟场域之间的关系 现在了解我意思了吗 所以你也必须要去思考到说 我在什么样的场地可以用哪些互动 不可以用哪些互动 这个都是必须要在做之前 就要先设计跟思考好的 好那最后的how就是你的互动的方式形式是什么 这个也是必须要经过设计的 简单的讲呢 其实在儿童剧当中的互动 如果您是老师的话 应该就会很清楚 基本上它就是一个教案的设计 就是一个教案的设计 像我刚刚讲的那五个w或者是我们现在用 比如说我们的目标对象 以及我们的执行者的对象 人的部分 是不是我们在做教案设计的时候 都必须要去设定好的 谁来做 那做的接收对象是谁 这些是一开始就必须要设定下来 再来就是我们的动机跟目的 对不对 你为什么要做这个教案 执行完这个教案的过程之后 你要让孩子学习到什么 有什么地方可以成长 这个就是我们最初的动机 也是最终的目的 也是必须要先把它开中名义就设定好的 再来就是过程跟步骤 我要如何透过什么样的活动 透过什么样的步骤 以及节奏来达到我们刚刚所设定的那个目的 对不对 这个是不是也是教案设计当中的一个标准格式 再来就是我们在执行这个教案的过程当中 它的安全措施是什么 我所谓的安全措施 你也可以是把它看成是备案 就像我们在送计划的时候 时常都会有一些被要求要有雨天备案 没错 在互动也是一样 你必须要有一个 如果在执行过程当中 观众的反应不如你的预期 或者是超越你的预期的话 请问你要怎么样调整跟因应 这些都必须要先 你能够想得到的都必须要先设定好 当然现场出现的状况千奇百怪 那也必须要靠着执行的人 这个时候导演已经没有用了 也就是说在执行这个互动的人 可能是演员 可能是某个角色 他必须要有这样的经验跟能力 去处理突发事件 这个必须要思考的 那最后就是减合 在教案里面就是我们的评量 就是你到最后有没有达到了 你当初设计的目标 你必须要有一个评量的机制 也就是说当我们在做互动的时候 是不是有达到你设计这个互动 一开始的目的 我们在事后也必须要做一个检讨 包括导演 导演是最高该检讨的人 那如果过程当中有什么状况出现 导演也必须要跟演员一起去检讨 如何去改善 或者是说有没有达到当初 我们设计这个互动时候的最终目的 所以你看到互动真的在我来讲 儿童剧里面的互动这一点都不简单 好 那我们再讲讲互动的形式 互动形式有分内在跟外在 那外在很容易讲 外在有超级多的 第一个就是问答 什么是问答呢 就是演员在台上问底下的观众 小朋友 对不对是不是好不好 要不要行不行可以不可以 是吧 这样讲你可能不太清楚 我举例好了 比如说巫婆进到了森林 在四下无人的时候 等小矮人都已经去工作了 她就到了小矮人的家 然后骗白雪公主 拿出她的毒苹果来说 小妹妹 你看这个苹果是不是又红又漂亮啊 来奶奶这个苹果给你吃 注意哦 在四下无人的森林里 好 那通常演出到这边呢 小 那个不是小红帽 那个白雪公主 就是 手要伸过去 但是突然又想到什么 你等一下哦 好于是她就转身面对观众 就问小朋友说 请问我可以拿她的苹果吗 小朋友一定会讲不行 请问我可以吃吗 不要 好 底下的小朋友都已经大声疾呼了 不行不要吃 但是呢 因为剧情需要 这个白雪公主 最后还是咔嚓咬下去了 请问 那你设计这个问答互动要干什么 了解我意思吗 所以这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 而且我们在往前推的话 我刚刚不是有特别强调吗 这个巫婆是在四下无人的时候 四下无人 那白雪公主转身问的是谁 有合理的解释吗 是森林里面的小花小草小动物 还是森林里面的精灵呢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既不符合现实逻辑 然后也不符合剧情上面的逻辑 所以这样子的互动就非常的奇怪 也非常的失败 也相当于就是只是为了 互动而互动而已 好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所谓的问答 再来 对 还有问答里面还有一个 也是我在一般儿童剧里面最受不了的 就是 这个 找东西或者是找人 然后问观众 有没有 你们有没有看过这样的儿童剧的表现呢 就是 小朋友 请问 你们有看到白雪公主去哪里 在哪里了吗 在哪里 左边没有啊 右边没有啊 你们骗我 是不是 时常这样子问 然后到最后一定会找到 不夸张我曾经看过这样子跟观众之间的问答 问了将近五分钟 然后问到最后连小朋友都说 有夸张 有夸张 有夸张的 有夸张的 我后面观众居然吐槽 那个观众的小朋友大概是小三还是小四也就是差不多九岁十岁的小孩 都已经觉得这样的互动太幼稚了啦 ok 再来呢 外在的互动里面第二项就是第二招叫做激将法 也就是挑衅 挑衅观众 利用观众小朋友对于剧情热心参与的这种心 然后呢 就故意跟他唱反调 然后激起小朋友的这个对抗的热情 譬如说这个 我们最常有的是发生在主持人的身上 主持人会讲 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小朋友明明已经很大声很热情了 什么什么姐姐好 什么哥哥好 没有吃饭 听不到 大声一点 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当他在讲听不到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在激观众 对不对 这个激将法 或者是在戏里面 这个大野狼 他就会问小朋友说 有没有看到小猴帽啊 往哪边走 小猴帽当然 这个小朋友当然不会讲啊 不会告密啊 不知道没有 小猴帽可能就躲在旁边 对不对 你们不告诉我就把你吃掉 在哪里 不告诉你 这个是不是用一种挑衅的激将的手法 来让观众参与到戏里面的互动呢 没有错 好 好 再来呢就是演员下台去 演员跑下台 在以前九哥同剧团的这个 一开始创团时候的有一出戏叫做东郭猎人狼 就是东郭先生与狼的故事 戏开始那个猎人在追狼 然后狼就一直逃 狼逃到舞台上面往右边走 右边有个猎人出来 看你往哪里跑 然后再往左边跑 左边又出现一个猎人 你跑不掉了 怎么办 镜匡是舞台 然后那个狼就往后跑 后面也有一个猎人大哥就出来 也就是被三面包抄 对不对 那就以镜匡是舞台来讲 如果你不打破这个镜面的第四面墙的话 这只大野狼就真的完全没有退路了 好 那在这里我们就利用打破第四面墙 这样子的一个技巧 让大野狼冲到台下去 所以当三个猎人蜂涌而上 看你往哪跑 去追他的时候 那只大野狼在救命啊 就冲到台下去了 那个时候这个观众多兴奋 他们从来没有感受 从来没有预期到说 演员 尤其又是一只大野狼 会跑到他的面前来 然后于是大野狼就在观众席里面乱窜 甚至躲起来 然后告诉小朋友 不要跟猎人讲 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做互动 也就是说让这个演员下台去 好 那相较于演员跑下台去呢 还有另外一种 当然就是邀请观众上台来 是不是也常看过呢 就邀请小朋友上台来一起来完成一些什么 一起来共同打击坏人 像我曾经看过有一出戏 那一出戏的互动 邀请观众上台来 看着我真的冷汗直冒啊 为什么 他们在戏里面 就是有两个小孩子 当然大人演员 大人演员扮演两个少年 然后要跟一个成年人的坏蛋对抗 还不错 那个导演他们是用一条绳子 去取代那种打斗的对抗 所以这两个少年跟这个大坏蛋就在拔河 然后当然这两个少年就会拔出这个大坏蛋 这大坏蛋是成年人 就呃呃呃就输了 于是这两个少年角色 对观众底下发出召集令 就对观众说 有哪些小朋友可以上来帮我们打败这个大坏蛋 你们听起来这句话 这个指令似乎没有问题对不对 可是在我听起来里面问题真的很多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讲多少人 他只有号召说有哪些小朋友要上台来 于是底下真的不夸张 千军万马奔騰而来 往舞台冲 甚至于还有坐在前面的小朋友 搞不清楚状况他本来不上来 可是爸爸妈妈为了怕他输在人生起保点上 就把他呃应抱上台去 哇台上聚集了二三十个小朋友 然后拉着这条拔河绳 这边是一个大人演员演大坏蛋 这边是二三十个小朋友 真的现实生活中的小朋友 然后他们要来对抗 你们知道吗 刚刚这两个演员 他们也是大人 可是他们演小孩 而且导演指示他们要输给这个大人 可是这个二三十个现实生活当中的小孩 他们是很入戏的 他们一直认为这是一个大坏蛋 所以当他们抓着这个拔河绳的时候 他们就是使尽了吃奶的力气 要去打败这个大坏蛋 所以当那两个少年演员就像是裁判官一样 就说好等一下我们数到三了 准备一 不用数到三 一就结束了 为什么 因为二三十个使尽吃奶力气的小朋友 同时用力的时候 这个就算是大人的演员 他也不敢对抗 所以一数到一他就松手了 这条绳子一倒 我们都知道拔河 如果两边实力悬殊的话 到最后比较惨的 会是赢的那一边 为什么 因为赢的那边就会倒成一团 二三十个小朋友倒成一团 所以我说 真的 那天孩子在台上没有出事 真的也是那个剧团 祖宗八代有保佑 然后更夸张的是 这个演员 在小朋友倒了之后 就赶快拿着绳子 因为他们打败了这个大坏蛋了 对不对 就是拿着这个绳子的那两个演员 拿着绳子去把这个大坏蛋捆起来 就说这可恶的大坏蛋 我们一定要把你送到警察局去 是不是还有什么没处理 那二三十个小朋友没人处理 真的不夸张 所以我刚刚在讲说 我们一定要先做好思考跟设计 我的过程步骤是怎么样 我的人员配置是怎么样 你如果说配置一个人 去捆绑那个大坏蛋 然后另外一个演员 来招呼这些小朋友 不就好了吗 那放任二三十个小朋友 在舞台上游荡 真的不夸张 这些小朋友甚至有人跑到后台去 还有人去踢踢道具 敲敲道具 然后才被工作人员赶下去 你要人家帮忙的时候 你把人家腰上来 结果人家帮忙完了 你没有方法处理他们 就工作人员把他们赶下去 你叫这些孩子情何以堪呢 那我们在设计这个互动的时候 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不是就是希望让孩子 能够热心助人吗 看到人家有困难 有需要帮助的时候 我们就赶快拔刀相助吗 对不对 可是现在人家孩子已经帮忙完了 你却没有好好的感谢他 没有让他带着桂冠荣药的 回到爸爸妈妈身边去 就把他们赶下去 你们有没有发现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互动 对不对 好 那除了观众上台之外 还有一种 尤其是那种大场面 大场合的演出 就是原地互动 因为有上千人在那个广场上 上千人在这个剧场里面 所以怎么样让每一个人 即便是最后一排 最后一个小朋友 他都能够动到呢 那当然就必须要用一些道具了 比如说传一块很大的布 大家这样往前传 或者是往后传 或者是拿一些什么大的气球来比赛 什么之类的 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做互动 我并没有评价这样的互动好与不好 我只是希望大家能够认真地去思考一下它的必要性 那我们今天在看的是一出戏剧的作品 还是在参与一个亲子戏剧活动 这个是我们必须要真的去正面思考面对的问题 那另外相较于外在的这些互动之外呢 还有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心灵的互动 也就是让观众能够看到会心一笑 所以会心一笑就是从内而外的发出来 你觉得有趣好笑你才会笑出来 或者是那种会让你喜悦的感动 你也会微笑 对不对 或者是会让你感动落泪 真的被剧情所感动 或者是被演员的表现所感动 你会感动落泪 像有的时候我在看到一个非常非常真诚的表演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自己鸡皮疙瘩都会起来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 因为当我们鸡皮疙瘩起来的时候 这已经就是一种心灵互动了 好 另外最后呢 我要让大家做几个思考 第一个就是 为什么我们要秉持创作的良心审慎的用 跟负责任的用互动呢 因为孩子是被动的 我们创作的人是主动的 是我们创作好东西 如果我们把创作者包括编剧导演或演员 当成是厨师的话 这道菜是我们做出来的 那孩子进到剧场里面来 他们就是要享用我们做出来的这一道食物 所以我们可以给他吃烂的食物吗 可以给他吃已经酸臭掉的食物吗 当然不行 对我来讲一个儿童剧 最糟的情况 也就是孩子看之前看之后 不好也不坏 没有任何的帮助 只是可能多花了一点钱或时间而已 这个我还能忍受 我最无法忍受的就是 孩子看完一个戏之后 可能变得更躁动 或者是变得更没有耐性 更没有方法去面对他的现实生活 或者是在剧场里面 把它变成一个游乐场 让观众 让小朋友 甚至于让家长都以为 儿童剧场就是这样子唱唱跳跳 笑笑闹闹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非常的可惜 所以在这里 我也要呼吁各位 儿童戏剧的创作者 或者是家长老师们 大家去思考一下 儿童剧 跟儿童戏剧活动 它在本质上的不同 让戏剧回归到它的专业 让戏剧回归到它的艺术性 以及我们的教育性上面 做一个真正对孩子 能够有帮助的儿童戏剧 好了 这一次的主题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不知道各位 对于儿童剧当中的互动 有什么样的经验 虽然我们这个影片 不是像YouTuber一样 大家底下留言啊什么 但是我也希望 各位能够跟我们Dago剧团联络 如果你有什么样的心得 想法或经验的话呢 也可以透过任何的形式 不管是脸书也好 或者是那个Instagram也好 你反正只要找得到 我们的地方 都欢迎大家跟我们做交流 那我们也会有办 有时候也会办一些培训的课程 尤其是儿童戏剧的专业创作课程 我希望各位有兴趣的爸爸妈妈 或者是老师 或者是戏剧工作者 都能够进到这个专业的儿童戏剧领域里面来 OK 好 那我们下一次再跟大家聊聊 儿童戏剧 其他的专业面向 拜拜 拜拜